如果你11本阶段还没有接触过狗球流 想要练习狗球流 但是又害怕自己操作不行 所以黑三 想要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还能够轻松三星的狗球流 那我推荐你玩迹象超攻法狗球流 只要迹象超攻法前夕打好了 哪怕你的对手是个12本 你也能够轻松三星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这期就给大家带来 11本迹象超攻法狗球流的三星教学 先来看一下配评方面 11本迹象超攻法狗球流的配评就是这个样子 配评方面仔细看慢慢记 援军方面选择飞艇两个隐身 两个超攻一个超法 剩余的空间不要带任何兵种 那么这边援军配兵都没有问题了 直接上实战开始教学 我们玩迹象超攻法狗球流 最主要的点就是要让前期超攻法 处理掉鸟炮和女皇这两个东西 然后再处理一些防御建筑 这版我们的对手是个12本 那么超攻法前期要做的任务就多加了一条爆本 这边我们给前期超攻法寻找一个可以处理掉鸟炮女皇 以及大本的落地点 选择落地点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它两个吹风机吹的方向 这边它两个吹风机一个吹右一个吹左 如果把落地点选择在大本的左边 那么就处理不掉右边的女皇 落地点在下那就处理不掉上面的鸟炮 那么就右边和上面两个点可以选择了 上面的话左边的吹风机是对着右边吹的 飞艇不好飞 右边落地点可以处理女皇鸟炮和大本 还没有吹风机可以吹得到 而且右边还有防空 我们就可以利用熔岩猎犬在前面扛伤害 然后飞艇飞到右边女皇王座的位置打前戏 那么这边思路没有问题了 开始操作 开局右边下熔岩猎犬 然后飞艇跟在熔岩猎犬后面 四脚钉着飞艇 等飞艇到指定位置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心里默念 没有军风没有军风没有军风 飞艇要到指定位置了 提前给隐身解体飞艇 然后两批镜像一批防暴给上 剩下的操作就比较简单了 隐身法术变弹就迅速去隐身就行了 这边前戏抽空法打完了 我们观察一下场上所剩防御的分布 这边可以看到左边区块所剩的防御是非常多的 右边区块的防御较少 收尾方面尽量让松王去处理防御建筑较少的区域 但是防御建筑也不能太少 那么右上角区域的防御 我们就交给松王去处理 右下角并没有可以打到空中部队的防御建筑 可以下两只气球去处理掉 也可以留着让大部队最后去处理 左边区块这边 左上和左下的防御都比较多 且两边都有防空 那么就很简单了 一组狗球处理左上区域 一组狗球处理左下 就是这么的简单 收尾思路没有问题了 开始操作 右下区域 我们下一个气球 一个龙宝去处理掉 右上就先下病人藏伤害 然后下松王清理建筑 然后四角拉到右下 先下一部分气球 然后再下熔岩内犬 然后把友王调整空中形态 左上也一样 剩下一部分气球 然后下熔岩内犬 左上的防御建筑比较多 友王放下去 跟着左上的狗球部队 手上尽量留三四个气球 不要放下去 如果外围哪里有防御建筑 没处理掉 就可以把气球放下去处理 气球部队到火力比较猛的区域 就可以友王开金身 帮助气球部队规避伤害 剩下要做的 就是把手上的亡灵放下去 清理建筑 然后做整三星 最后也是轻松拿下粉草三星 关注温酒 将你全会所有留 拜拜 好的 接著